大家好,我是吴欣琪,我住在台北,我喜欢路跑 我是阿宝,我来自离山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路跑,然后特别喜欢跑在田园上 因为有美丽的田园,我们实在就不需要运动公园 希望这样美丽的田园可以长长久久 我觉得我比较讶异的是,当我到宜蘭来之后 我慢慢发现,有很多年轻的女农夫 她们来选择物农,据说都是看了我的书 那我其实当初出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件事 我觉得只要走过的路都会有人在走 所以有时候一些经验的分享确实可以启发其他人 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这个社会就会慢慢改变 我叫途政员,我住宜蘭 其实从,我是86年从嘉义那边 在台北工作后来调到宜蘭这里来 然后刚到宜蘭的时候,其实对宜蘭最大的印象 就是到了冬天,秋天冬天的时候 道子授割以后,整个水田,那个放水以后 整个道印的景色,是山色,是这些树木,青葱的树木 可是这几年就是看到我们现在的农田道印的,道印的地方越来越少 那个农田的破碎跟道印的东西已经跟当初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调到宜蘭来以后 就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就在这里定基了下来 那所以,本来我就是单纯报名参加这个土地公的路跑 那知道他们宜蘭农田地景有在做这一个活动 所以就跟他们,就配合他们的活动一起来参加 谢谢 我是林云甄,来自宜蘭市 我觉得社会运动跟身体运动一样,需要习惯 需要去持续的去关注他 对 哈喽,我叫荣翔,我来自壮伟 因为就是在宜蘭路跑,跑过很多遍 可是在宜蘭路跑跟别的地方路跑不一样 是说宜蘭有好山好水,而且整片都是农地,很漂亮 然后也希望这个活动 然后跟大家说明说宜蘭的农舍问题 因为我不想要跑步的时候,全部都是农地 都要是农地,然后不要说都看到一些房子越盖越多 从小的印象都那么多农地,这样子都看不到 我叫徐凯奇 我家住桃园 其实会参加这个路跑是因为朋友邀请 对,那我朋友他对宜蘭有蛮深厚的感情跟喜爱 对,那所以有这样活动 那我们就一起过来 那这个关心想救农田地景这个部分也是 因为透过我朋友洪珍的这个介绍 他认识了阿宝 对,那阿宝其实也是我们以前就 买过书就已经知道他 只是第一次见到人也很开心 对,那我自己在家桃园 我也是一个乡下,就是农家小孩 我们家现在还在务农 对,那所以对这个 我们对农地的这个关心 对台湾整个农业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忧心的 对,那透过很多前辈 那像大家这样子 阿宝或其他这样子 一些前行的前辈们的努力 那现在在都市人或者是比较年轻的人 都越来越能够去认识 或者是了解到 就是我们生存的 不只是一个物质的 或者是都市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其实应该根基在一个 更广大的一个农村的土地上面 对,包括我们的自然生态都一样 所以呢,我们只是 藉由这样一个小小机会 然后尽一个自己一个 个人很微薄的力量 一起来路跑 然后让大家能够 对这个农地农用这个部分 能够有更多的关心 不是,我们从台北来的 纯粹来跑步的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 应该要支持的啊 可是我来之前并不知道 跟这个活动有结合 只是纯粹说 OK,来参加路跑 然后正好有这个活动 当然就一定要响应跟支持啊 所以你自己也蛮长有过跑经验的 没有 有啦,有 可是不是常常 就是觉得兴趣 所以我们刚刚一群朋友还在讲说 我们不要跑吧,我们散步就好 对啊,因为只是就是要 希望参与的感觉 有时候是参与 我们并不是说真的为了跑步 才来跑的 自己常常在到田里散步 因为我自己本来就喜欢大自然 对,对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保留绿地 我觉得这是应该要保留的 对 大家好,我是江卫琪来自台北 然后我是因为朋友的邀请才知道说 有这个路跑活动 可是我也支持农地农用 然后也支持让年轻的人回到乡村 继续为了台湾的下一代还有土地努力 可是您自己是这样的身份 您对于在这一件农田的想象上 你有过什么记忆吗 农田的想象 像以前妈妈常常 因为我小的时候 爸妈常带我去很多地方玩 然后他们有用口述 因为我没有办法看到稻税 他们用口述的方式 描绘那个农田的稻税给我听 然后我自己也有 也有一次是踩在那个 软软的泥土地上的经验 所以我对于农地其实 虽然是看不到 可是是有感情的吧 我是王志豪来自宜兰 那参加入口是应我高中同学的邀 来跟他一起关心那个 依然的土地的一些活动 这样子 我现在开始自己也在就是耕作 然后开始种菜这样子 那因为其实如果土地只是种房子 那其实那不是他真正的价值 那就是希望更多有年轻人会来 依然耕作 然后种菜 然后体现他真正的价值 这样子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轩衣 你们可以叫我仙女 我来自郊西 想要路跑就是因为我爱宜兰 然后呢 我希望能够用路跑的方式 把每个至少世界这边可以走过一遍 然后走12公里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爱宜兰的精神 然后跟大家一起集结的感觉 还是很好啦 所以也是因为有朋友在这里跑 然后也希望能够来这边跑 谢谢 你拉的建筑 我知道没吃完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